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叫Sunny 中文名叫杨光 我来自尼日亚 我特别喜欢中国 这是我的梦想 就是来到中国 我从小都爱上中国 我们的那个电影 里面看到的偶像 就是李小龙 陈龙他们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再说 长大我们一定要到中国来 所以来到中国是我的梦想 我2002年来到中国 也是为了足球来到中国 我睡前尼日亚 有17国家队员 到中国来足球交流 然后他们帮我联系了一个支撑部 在青岛 在青岛 我2003年来到湖南 商团那个时候有一个支撑部 叫八一足球支撑部 刚开始我希望能加入 但是因为那个支撑部是很透视的 所以我加入不了 所以我在商团一边教书 一边训练 一边等到实现足球梦想的机会 2004年那个八一足球支撑部 就变成湖南山军 他们找到我 来加入他们支撑部 做他们的外营 我就去了 2005年他们搬到长沙 我带来一段时间就离开了 一直都在教书 一边教书也没有离开足球梦想 一直都在为这个青少年足球发展 在做一些工作 以前都一些学校 有场地的 但是没人踢球 一般都是孩子们是带球出来 来玩 没有教练 但是我希望能帮他们 但是我一个人做不了很多 我就进去跟他们踢小球 有时候更多的孩子想踢 我就说那你们可以做一个队 我每个星期两次来教你们 他们没有球服 我自己买球服给他们 很多人在问我 你为什么在做这个 能得到什么 我说我喜欢 可以得到快乐 还有足球梦 他说那里的足球 不怎么样 为什么选择那里 我说我相信以后会好了 中国人喜欢足球 特别爱足球 每次有比赛 大家都在期待 有可能对手非常强大 踢不赢他们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难赢 有时候比赛结果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 很多人很希望 都以后不看了 但是下一个比赛 他们是第一个要发信息 很期待的 从14年开始到现在变化非常大 特别是图球改革 19年来到楼里以后呢 我就发现楼里是一个很好的体育城市 除了很多学校 基本是有校队开展了图球活动 有场地 很漂亮的场地 而且有这个新出版 更多的孩子们就出来踢图球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带孩子到足球学校来报名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要做一个好孩子 做一个好学生 一个好队友 一个好朋友 他们的足球就是一部分 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来的一个 对社会 对国家 对家庭的一个很有责任的 在做这个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也有天赋的 然后帮助他们 再提高再提高 说不定以后 这个中国国族有可能 这里我们出校也有可能出来的 2020年 疫情发生的时候 因为孩子们都停学了 待在家里也无聊 不能锻炼 也不能学习 然后我们就想了 可以帮助孩子们 就是在家里 练出球 然后一边锻炼身体 也可以学一点点韵语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个 帮这个 出球加韵语 然后我就负责这个英文 在一块 每个动作 我们会教孩子们 这个动作 韵语叫什么 韵语怎么说 然后反应是非常好的 很多人都 每天在线看 打到 有一次打到了三十多万 湖南体育局 还有国家体育局 他们也觉得 这个好 这个可以 他们表演我们了 后面呢 更多的国家都开始关注了 我们觉得 如果他们关注的话 我们也觉得可以 都用这个机会教他们一点中文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出球加韩语 不仅是教出球 我们可以教他们一些 比如说打招呼 还有吃的 还有可以追加一些 中国的旅游景点 还有中国文化 大概十一个国家 他们告诉我们 中国这个出球加韩语 他们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汉语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让更多的国外的人 更了解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